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呼吁共同努力,将中土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新水平,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土命运共同体。 在与土库曼总统和后任总统的电话会谈中,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土关系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达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的历史新高。 他表示,高度重视发展中土关系,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土库曼斯坦的内外政策,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土库曼斯坦内政。 习近平表示,要同土方共同努力,既往开来,开拓进取,推动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新台阶,共同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土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还强调,中土合作充分体现了高层互信和友谊,双方制定的合作五年规划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全方位合作制定了路线图,确定了合作的重点领域和优先事项。 习近平还提到当前复杂敏感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敦促双方在重大问题上保持和及时沟通,密切协调,互相支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国际关系更加民主化,朝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